就这还老司机呢 太可怕了 是啊 所以说这在马路上开车呢 有时候是自己不注意 还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运气不好 看来有人要倒霉了 赶紧说说吧 这不是4月24号晚上的下班高峰啊 在江苏苏州中环东线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这本来呢是一起很简单的小事故 当时啊这一名司机就下车查看了一下 谁知道这时候啊 身后的第三辆车是毫无征兆的撞了过来 现场十分的惨烈 视频显示傍晚苏州中环东线苏洪路闸道口 突然停下了两辆私家车打着双条灯 似乎是刚发生追尾事故 后方车辆纷纷变道 有惊无险的通过了 等到车流减少时 后面一辆轿车上的司机突然下车朝前方走去 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一辆深蓝色的SUV似乎没有及时发现路况 静止地撞了过来 灰色车子一下子被撞飞 而SUV自己也一下子腾空翻滚 翻了个底朝天 那位下车的司机被夹在废墟中生死未捕 事故发生后 警方对交通进行了短暂管制 消防车救护车悉数到场 将伤者抬上了担架 送往医院 现场的几辆车变形严重 气囊纷纷打开 地面上到处都是撞击流色的碎片 救援和取证工作结束后 事故车辆被一一拖走 环卫部门对现场进行清扫 晚间七点左右 苏洪东路闸道恢复了正常通行 根据交警的事故通报 本次事故只有草某受重伤 SUV车主受了一些轻伤 黑色丰田车车主并无大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